本周一我们曾经报道过 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发布了 外国公民抢往中国的最新签证政策 至此暂停了两年还多的 复华探亲旅游签证 终于正常开放申请 此消息一出 有的观众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也有的观众表示现在机票太贵 就算开放签证依旧回不去 当大家还在喜忧并存之时 来了一条真正的坏消息 早在2015年 中国外交部推出了十年期签证 该签证最长可在中国停留期到180天 这对于很多华人来说非常方便 相信此签证一经推出 有很多入了美籍的华人 都申请了十年期签证 并且使用其回国探亲访友 那么问题来了 6月13号 中国驻美领事馆开放复华签证申请后 这些依旧手持十年签证 且还在有效期内的华人朋友们 可以直接买张机票回国吗 针对此问题 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给领事馆发信询问 得到的回复都是 不管以前是否有十年签证和是否有效 现在都需要重新申请签证 这也就意味着 本来手中已经有了一张付华的有效签证 还需要再申请另外一张才能成功回国 那这张十年期的签证 是不是就直接宣告作废了呢 对此 中国大使馆并没有给出凝确的答复 早在去年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签证组组长 龚萨就曾表示 很多人持有的入境中国十年签证 只要还没有预期 都仍属于有效文件 虽然因为疫情 十年签证暂停使用 但并非作废 龚萨还表示 如果全球疫情能够好转 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届时会有相应的政策出台 因此 大家手上的十年签证 只要仍未过期 都还是属于有效的文件 只是暂时不能以其入境中国 虽然相关负责人 澄清了十年签证 只是暂停使用 而并非直接作废的规则 但要知道 何时能够重启该张签证 依旧是个未知数 如果真是若干年后再启用 恐怕十年的有效期 也已濒临过期了吧 闹心的事还不止这一件 据说 这次新开放申请的签证有效期 短到令人发指 此前申请过紧急情况的民众表示 目前重新申请的签证有效期 仅为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内不使用 就会自动过期 虽然这一细节在小编 截稿前尚未得到证实 但既然有网友晒出了 自己拿到的签证 恐怕基本已成定局 关于新开放签证的申请流程 驻各国事官网站上都给出了详细的信息 大家申请前还要到所在地管辖的大使馆主页进行查询 以免出现流程上的偏差 相比于以往 申请人要提供新冠疫苗肺炎的接种证明 无论是疫苗接种卡原件 或者是其他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用来证明复华前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 除此之外 在申请前依旧需要通过复华签证在线预约系统 在线提交申请并预约 总领馆会对申请人进行初审 获批后 总领馆将通过电邮通知并发送预约号 若未获批 同时也会收到电邮告知 至于办理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在线初审通过 并不等于一定会获批签证 总领馆在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指示材料后 将进行复审并决定是否颁发签证 如颁发签证 总领馆会将签证等材料寄给申请人 如决定不颁发签证 也会将护照材料退还申请人 一般情况下 自收到申请人的邮寄材料之日起 约10个工作日内 总领馆将完成签证审发和回邮工作 审领馆还特别说明 邮寄补材料 审核材料 包括需要面谈等情况的耗时 不计算在内 所以这也就造就了整个申请流程时间 非常不固定 建议大家如果有回国的需要 还是要早做安排 本想中国大使馆开放复华签证 预示着逐步开放的起始 没成想对签证灵活性的控制如此苛刻 多少还是有些让人失望的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下订阅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